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我妻子的性格接言相反 她喜欢静 我喜欢动 她喜欢宁静 幽美的风景 而我喜欢和三五个朋友一起聚会 然后在我们结婚 将近七年的时间里 我也想了想 也没为她多做一些什么事 于是呢 为了满足她美好的愿望 我们就带着对未来的期待和美好的工作来到新西兰 想来这里体验一下和以前不一样的生活 出到新西兰的时候呢 新鲜的空气 洁净的街道 冰冰有礼的人们 的确让我是兴奋的一段时间 但是没过多久 我就觉得这里人太少 太技能 可以做的事情也不多 由于语言的问题 之前在国内的一些工作经验 我专业技能 也没有太多的用务之力 于是我就开始对这里的经济的生活 产生了担忧 会问自己这条路是否选择正确 也产生了质疑 依次偶然的机会 将来的同学 姑娘姐姐 邀请我们参加咱们教会的福音启发课 我抱着能多认识一些华人朋友的心态 去听了课 听了几次之后 慢慢地开始思考和怀疑 从小接受到的有关进化论的真实性 尤其是当王鼎彤博士 有理有据地述说了上帝创造一切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内心是愿意接受这个宇宙中 至高如上的创造者 决志的那一刻 我深深地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 我的坏脾气 急躁 不包容 抱怨和内心的不平静 这些内在的不美好都是对的表现 圣经说 耶稣基督是用祂的生命 用祂的宝血洗净了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相信 我们就可以被救出 只要我们信 不是行 我们的生命 就可以被更新 这让我觉得对未来 有了新的希望 让我深信在主的云定下 我可以成为更好的人 从认识上帝 到现在已经有了 将近半年多的时间 很多兄弟姐妹 都说我们是蒙古的人 来新基拉没多久 就可以认识上帝 我也有这样的感受 信主以后 我感觉 祂主每时每刻 都在我身边 祝福着我们的生活 兼读着我的举止原形 我感受最深的 是我与我妻子的关系 我们同时信主 每周去一次小组 每周一起去小组 一起去主日 在家里 我们谈论最多的事情 就是上帝和教会 我们发现 我们的生活充实了 寂寞也被填补了 我妻子说我 对她比以前更好 我们好像渐渐 又从老夫老妻 变成了新婚夫妻了 正如圣经中所说 旧事已过 一切都是新的 感谢主 更新我的生命 成为我的未来的路 脚下的灯 上帝说 信就得救 感谢上帝 已经将我救赎 我也深切地希望 有更多的人 可以认识耶稣基督 与我们共享 生命的喜悦 共享主爱的甘甜 谢谢大家 我们这个 北京来的季节 还是能看的 一身都有汗 那个吕宁和张磊 他们夫妻两个 是去年到教会 然后那次呢 就是我 因为我们主导 当时都在 就是陪他们 一会儿去参加 那个启发课 在启发课的过程中 就那种感觉到 他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 特别对爱 对良善 对真理 特别追求的那种 还有一颗 柔软的心 就顺序的心 我觉得这些 正因为这些特质 让他们非常莫爱 所以后边 就是启发课 然后后边洗礼盘 然后机要灯礼盘 最后到站的那种台上 都是顺利成章 也有隧道去承着上 好 同样给他们找到 谢谢天父 感谢你在今天 这个特别的日子 让启民地中 站到这个台上 受洗 归入你的名下 成为你的儿子 在往后的日子里 不论是在顺境 还是密境 在高山 还是低谷 都求你 亲自带着他 陪伴他 也求你 亲自来述到他 使他成为你 合用的器人 成为你的精兵 感谢主 和奉主 耶稣祈祷 耶稣祷